炎热的气候来到也进入冷饮忘记 业者纷纷推出新品换季 连锁手摇引以苹果和蜜柚做基底 和日月潭红茶以及墨香绿茶结合 用酸甜的多层次口感抢势 另一间餐饮业者主打琥珀系列 用黑糖奶茶搭上Q弹珍珠或清香的古早味仙草丼 并且结合窗味销魂皮蛋茶点 业者们要用新品为消费者换口味也抢工商机 银顺下饮品也换季 连锁手饮店饮清爽的水果系列 主供四五月份的旺季 有使用蜜柚搭配墨香绿茶及绿茶凍的Q弹柚绿 还有聚乐坛红茶与富士苹果酱 完美比例的聚乐平安 要让大家换换口味 更结合了供应活动 邀请大小朋友一起用画笔送爱 要画一张我们就会捐10元给我们的儿福机构 还有医店基金会这样子 然后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做公益之外呢 我们还有参加这个PODL比赛可以做比赛 然后获得我们的联名周边商品 然后还可以做有作者清点的奖品 可以免费喝饮料 另一间连锁餐饮店是推出了新品 以黑糖琥珀珠拿铁 黑糖琥珀仙草拿铁 两款的迎战 更追上了美食潮流 将切瓣的皮蛋炸过了淋上特制橙味酱料 花生翠莉跟洋葱丝 而这道橙味销混皮蛋 还有水晶虾饺 即黑麦核桃面包茶点的搭配 要让消费者的味蕾可以有更多层次的享受 而且我们的黑糖是就是纯手熬的 然后加入鲜奶茶里面 然后再分别加入我们的好蜜珍珠 跟就是古早味的鲜草的部分 然后喝起来有不一样的口感 然后最上面还会撒上就是焦脆饼干的部分 让整杯饮料喝起来吃起来更有口感 业者纷纷推出了新品换季 还都有之一同结合了有饱足感及嚼劲的 鲜草 珍珠及茶豆 不受硬性影响的饮料市场 提早换上了新品 让消费者尝鲜也要抢工商机 这里这样台中采访不到